這邊又是 這邊是賣鞋子的 先頭那袋賣衣服可能很便宜 我們全部都是賣衣服的 這裡 完全認不到她老婆說 好像有一點像以前藏門芳的感覺 我也說過藏門芳是賣文具 有蠔 瘦肉 還有飯 還有飯是 都一整粒見到的 各位觀眾早晨 今天星期一 我們做一件很久都沒有做的事 就是賣衣服 為何賣衣服一定要早 但又不會在市區 我們近一點 今次來青河市場 而且要等天氣冷 因為天氣熱太辛苦 賣衣服通常都是沒有瓦遮頭 最近天氣涼了就好一點 再來我們現在青河市場 超級難停車 我們來過一次 當時不是來襯衣服 是 我們來過很多次 但都沒有這次這麼熱鬧 我們就把車停在這裡 現在就因為四九虛 即是初四 初九 所以這裡無法停車 找到多淒涼 我們現在先吃點東西 未見過這麼多人 我們也未試過來這裡襯衣服 雖然青河市場熱鬧 但我們竟然是未來過這裡襯衣服 上一集我們有去市場 那些就叫做專業市場 這些主要是賣食的 所有關於食的都有 還有部分賣一些蘇把 鑊那些 如果說到我們去過這麼多市場 綜合市場的話 要是這裡 要是福田 福田 但我們未走完 這裡和福田有一點點不同 福田不是全部可以駕駛車入得到 是的 它是幾層樓的 但至於這裡就只有一層樓 佔地面積極大 還有幾乎所有要採購的東西 都是駕駛車去買的 因為虛逸的話就不能夠 都是很正常的 例如面前那些 你可以駕駛車來買這些索條桶 都是可以的 因為你要買的東西是很大份的 不駕駛車是不行的 所以超級難停車 停到這樣 我們就嘗試過在這裡找車位 是 超級痛苦 幸好我們的車仔細 又有汽水 又有零食 即是那些粟一燒 有些又有煙仔 有些又有即食麵 如果你想在廣州開一間小食店 食雜店 士多仔那些 這裡就夠了 我們開水果店就去沉默 是的 開水果店就去沉默那裡 西餐就去南泰 這樣的 如果買這些東西 你可以叫它送貨 因為是統一的 譬如說日清杯麵 它不會有很大不同 買水果就要現場拿貨 就痛苦一點的水果 買這些就看看哪用 買一瓶豉油 你可以叫它送貨 我們吃早餐又回來這裡 之前已經來過一次 是潘如那些老茶樓 都不知道算不算叫茶樓 就是那些運貨工人在這裡吃早餐的地方 現在都還有人 我們上一次來 上一次來 都是差不多時間 但沒有那麼多人 不過那時候疫情期間 一個腸粉一個粥 就是我們的標配 我知道 下好單 他們是這樣的 先下好單 然後就拿東西過來 有可能會叫你自己去拿 看看他們會不會太忙 不過我叫了個腸粉 叫了個粥 叫了個煎餃 全部都是要最小份的 大份吃不完 好像是8元 8元 10元 我忘記了 總之收了我23元的三份食物 煎餃 腸粉 還有粥 大家會覺得這麼貴 你看見它的份量 你就知道覺得不貴 先清潔雙手 鱿魚的食物 超級大份 不單如此 竟然還有來自香港的遊客 不過這些不是我的觀眾 真的懂得吃 豬雜粥10元 我計算了 是23元 有薑絲 有很多豬雜 有豬潤 豬肉 很多 份量超足 這些三個人都夠吃 叫了個女兒都夠吃 通常這些大排檔 吃的地方都是這樣的 又是用不壽鋼兜 好像昨晚那樣 這些餐廳 就是給那些 送貨工人 他們這裡是很早開工的 現在已經差不多收檔了 所以各位來 就一定要早 如果是家中工具是怎樣 看看 最近的地鐵站 就是潘雲廣場 我現在在說走路 都是20分鐘 當然我不太推薦大家走路 如果大家要來的話 你可以在潘雲廣場打開車 你說清河市場 或者你認識路 就乘巴士 甚至乎走路都沒有什麼問題 甚至乎走路都沒有什麼問題 份量超足 10元 知不知道為何這裡特別便宜 特別抵食 因為就在市場旁邊 他應該都不用去拿貨 因為其他人都是來這裡拿貨 接下來就到煎餃 煎餃是這樣的 這個蔥 煎焦了的蔥 五元雞 就是平均一元一隻 這些吃不完 你可以打包 還有粥 我看你怎樣吃 幸好是粥 吃了肉 所以我經常說回來潘雲 吃東西當然沒有順德人 吃得那麼囂張 那麼刁鑽 但是份量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你香港人都懂得找到你 是啊 那班香港遊客 他可能在潘雲有置業 就順便過來趁熱鬧 你說買什麼 如果好像我們這些省客 其實買得不多 不過 青蛾市場的好處是不像昨天 昨天基本上是不想買給你 一說我們問有沒有零售 沒有 那怎麼買 再便宜一倍也沒用 但是這裡就不同 你買一包 但是很多先後我們經過那些 士多那些 賣零食的那些店 你一包一包買就行 是不是雪藏肉吃得出的 那些料理幾不靈都吃得出的 那些鮮味很鮮 很多年之前 我有個朋友 有個同學 他爸爸在西村市場賣菜 是賣豬肉的 我們就試過 他爸爸 看到我們打火鍋 就切了幾件獸肉片給我們吃 接近這種味道 他那裡再鮮一點 我們這些已經不算是最好的 去到晚上吃 來潘如吃豬雜粥 我們這些人就懶 怎麼會容易是晚上來的 先頭我們不是說很難停車 停了去哪裡呢 停了去豬肉堂門口 因為很多店員開著工 我們不是去採購 停車在門口就不行了 他就當收工了 沒所謂 阻礙一陣子的煎餃 試一下 這麼大隻 買了零食嗎 女兒已經有很多了 待會兒才吃不下咬 它是這種整隻都脆的 哇,很爽 這個好 但是熱了一點 我心急了一點 嗯,剛剛煎 外邊又夠脆 裡面的肉又夠juicy 不是說感覺吃到放了很久的 那些 又或者有些奇奇怪怪的肉味 完全沒有的 一邊吃粥 一邊吃這個餃子 就是最佳配搭的 哦,這些是粟米的 哇,厲害 就是一張紙就薄了 鰻魚腸粉是最好吃的 幾薄的 那張紙 我看見 那張紙 那張紙還不夠 我們吃過幾家鰻魚腸粉 第一次經驗 經敷 哦,為什麼會這麼好吃的呢 其實全部鰻魚大多數都是這麼好吃的 我們的瘦肉腸、肉片腸 鰻魚大多數都是這麼薄的腸粉 因為可能我猜的 青海市場這邊 它原材料夠多的 不知道 市區那些好少是這麼薄的 這些就是基拉的腸粉 皮包著很多肉 我們市區的做法就是很多時候 可能布拉那些 它是肉在腸粉裡黏住的 國有選擇 布拉沒有可能做那麼薄的 這一定是基拉的 布拉是吃米香的 布拉是吃米香的 老婆說的 這些就是口感 剩下一個小的 這個是百元份的 還有鰻魚腸粉 全部都是用這些大碟來装 23元吃了 是,23元飽了 還有這麼大碟粥 你看一碟粥 我看你怎麼吃 好了,我們慢慢吃 吃完之後 再去裏面採購 會將精力集中在襯墟那部分 至於零食買到就買 或者買了東西放上車 然後開車出來買零食 因為買東西 你就可以將車停在別人的門口 好了,我們又吃飽飽了 吃完一個美麗的早餐 現在就去襯墟 哇,很曬 我們經常說的什麼魚製菜 魚製菜呢 就是這些 比如說,豬頸肉 牛肉粒 它是預先煮好的 又或者是松草花乾蒸 通常都是這些企業做好了 德國鹹豬手 如果你想開一個餐廳 你就在那裡拿貨就可以了 早餐出來買照 早幾天在珠光路市場那些 賣過的,又有檸檬 3元是4.5元 1.5元 4.5元 可以嗎? 3.5元 3.5元 8元 好,我們就去襯墟 我們以前停車那裏襯墟 有很多就像仙頭阿姨那些 擺出來的檔口 它簡單登記過 先到先得的形式 就可以開始在那裏襯墟 襯墟後,放些東西上車 再開車出來外邊 可能買些小零食 豬魚齒類 就是襯墟旁邊的市場 以往 現在我站在這裏 就是菜市場 就是街市 這麼大的一個街市 至於對面 就是平時 我們停車的地方 現在就變成了襯墟 那些車全部 進不了這些要批准才行的 它是送貨的 全部圍到水舌不通 好像是襯墟 它在這裏 襯墟 紮油真是襯墟 襯墟除了襯墟之外 除了食物之外 還有很多東西買的 有些日用品各種都會有的 跟我們上一次來 很久很久之前的事對比 今天的青河市場熱鬧得多 這裏都還未算去 因為這些還是固定的店舖 但是青河市場就還好一點 它是沒有明碼的實價 但是就不會說 看見你的樣子就貴一點 就好一點 始終青河市場買這麼貴 沒有人買 沒有辦法做到 那些什麼期貨可居的事情 因為不如賣白蘿蔔 那整行都是 你買多多蠔子 別人都不來買的 包菜、黃牙白一應居全 蛙蛙菜 全部都有的 對面又在賣辣椒 走過都會打癡那種的 這些是有明碼的實價 辣椒對面 昨晚才吃過 如果要在這裏走的話 你絕對不可以 好像我們去農津澳市場 一陣子就走光 如果只是用腳走的話 是一定走光的 要鎖車 而且你進來 只決定買一件東西 例如說 我要買辣椒 我要買零石 或者汽水 這樣就來這裏 如果你打算我去看看 有沒有什麼賣 這樣你就痛苦了 走很久 這邊還會有人耕田 有耕地 或者比較近 所以有些本地產 例如我們剛才買的香椒 價錢都不太貴 而且阿姨說了一句說話 很震驚 我老婆問她 這些是什麼椒 她說是奶椒 她說不是粉椒嗎 那個阿姨說粉椒不值錢 這樣嗎 這裏就是襯虛的地方了 前面 鏡頭的左邊 就像我之前所說 賣衣服的 賣一些日用品 例如保鮮袋 鑊 這裏都有餐廳 又是那些快餐店 這裏的飯盒 碟頭飯 超級大份 賣褲鞋襯 砧板 波鞋 鑊鑊 鑊 一應俱全 現在這些天氣夠涼爽 一陣風吹過來 購物的時候不會那麼煙 因為通常襯去都是 都是非固定店 燈光夜市八十年代 老婆說 那些美女 一直在搶購 如果夏天的話 大家閹閹悶 又不想買 又說熱 通常襯虛都是在這些地方 不會說很通爽 又製作冷氣機是沒有的 來到現在這些時候 這邊又是賣鞋 先頭那間賣衣服可能很便宜 我們全部都是賣衣服 特價35元件 19元件 旺的上下斗很多 19元件 都不用試 美女識貨 又有鞋 這邊全部都是賣波鞋 對面已經看到開始賣掛力 接著還有這些過年打牌必備的 又或者BB鞋 很可愛 很可愛 我看港產片 警示片那些 去到香港女人街那種感覺 不知道大家覺不覺 不過我是未去過女人街 我去過但沒有去過那裡購物 我只是經過而已 女人街相信就沒有這些工具賣的 刀 砧板 槽頭 有掛力 而且很喜歡 很喜歡有這些不鏽鋼的餐具 我發現潘儀這邊 不知怎辦 可能他們廠比較多 我們有鑊 又有這些 湯哨哩 洗鑊那些 那些又不叫鮑魚炸 算不算鮑魚炸 鮑魚炸有了 碗布 一應俱全 還有名標 又或者整套卡拉OK系統 有這個穩光的CD 演唱會CD 水設備 還有一些瓷器 行不行 那些碟 可以 家裡的那些還未打爛 先打爛了 不過有駕車來是可以買一些 這些袖套都有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什麼叫袖套 這些袖套特別漂亮 我是一個會計 我是要用袖套 不過都沒有用很多年 因為以前經常要用紙和筆 現在很多都是毛紙化的 銅膽 還有一些是長明燈紅色那些 指甲鉗 收音機都有 現在還聽不聽三音機 還聽不聽三音機 三音機才好做 還有指甲鉗 我們又有收穫 還有彈弓也有 你看這裡 彈弓也有 可以打老鼠 不過這些沒有改裝過 不行的 打老鼠那些很厲害 還有煲 一應俱全 那些牌子就肯定沒有可能說那些 法國牌子那些 不可能的 都是本地生產的煲 鍋 但其實有時都挺耐用的 還有在賣那些煲 天氣開始凍 遇寒的煲是需要準備好 還有每一次去趁虛都會見到的 賣氣球 我們都很久沒趁過虛 對面開始見到是賣水果 青河這裡好一點 有零售 昨天我們去那個地方 全部都是批發的 百香果 百元一斤 提子 這裡有賣水果 全部都是 其實呢 並不會比昨天我們去的那些很多 而且你可以零售 看什麼貨 那些可以放很久的那些 其實不要爭很多 不能放得久的那些 當然是批發會便宜一點 百香果 百元 新薑香梨六元半 甚至乎現在還有 老闆拿著一把刀的菠蘿蜜 很香 坦四元半 我們昨天見到的是 開價開到一元多都聽過 兩元不到 但是你要買一大箱的 吹 似 十元三斤 今年似多了 蘋果 六元半 紅富士 不算貴 六元半 或者砂糖筋已經見到了 七元一斤 四匯 有些好一點 有些便宜一點 有些四元半 有些甜一點 有些沒那麼甜 竟然見到這個好甜的刺又買了 是吧 早幾天我們買的那些沒那麼甜 裡面都還沒夠時候 這些就應該夠時候了 早幾天我們在哪裡買 在芳村好像是 西朗 很多呢 全部放在地上賣 老闆也懶惰得拿了一張桌子 和昨天所見的水果 都是以橙居多的 白香果都有 不過番茹 是很多地方種白香果的 隨隨便的 我們只是不認識的 提子就不是般若特產 到賣盆栽 這個是士多啤梨來的一盆盆 那種好了之後呢 已經見到有些士多啤梨 是多少錢一盆 15元 15元兩盆 還有兩盆 但是這些放在羊桌子 給那些鳥擔走的會 我們試過種了一些東西 在羊桌子 給那些鳥看著它擔走的 但是你不放在羊桌子 又不行 所以有人買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菜的種子 這些是種子來的 五花八門一切都有的 似乎這裡還有貓仔、狗仔 你看那個老闆 捧著有貓仔 挺搞笑 捧著有貓仔 那些是打老鼠的 但是就不會回到順德那些那麼多 有隻大狗 有隻大狗怕死的 還有對面都有傢俬買的 還有兩隻男貓 肥的 這些也是打老鼠 這些不是古形精怪 這些專門賣來打老鼠 這些梨花貓 鼠貓 全部都是這樣模式的 那些是打老鼠 對面那些 對面那些 當然是那隻靚 白色那隻靚 白色那隻靚 這裏是潘魚 所以還有很多這些很有趣的器具 究竟它用來做甚麼 我是不知道的 這個我猜 我猜裝了一些東西吧 我老婆已經被那些貓貓、狗狗吸引著 剛才我們不知道 這裏會有寵物市場 雖然不大 但是暫時看上去 這個位置都算熱鬧了 甚麼呀?哪隻狗? 你看那隻白貓 那隻白貓 你看那裏 白貓仔 你看那隻白貓 白貓仔 如果你想看得更熱鬧 就要等星期日 即是剛好 農曆那天是逢四逢九的 又是星期日 或者星期六 那就最為熱鬧了 我們特地等到今天過來 至於在潘魚 最值得行的兩個區 第一個就是東涌 第二個就是這裏 青海市場就算沒有區 都是很熱鬧的 有區就更加不得之了 到現在天氣開始涼爽了 那就值得行 之前沒有去 剛才都說過 就是因為天氣太熱 還有去年經常去 一個原因就是疫情 又有這個原因 很多市場簡直不開 我們要拍攝 要真買東西那種 都是要趁去才有 這裏還有燕脂 紅 雞屎果 很香 甚至乎還有金魚賣 很熱鬧 平時停車 現在都停不了車 平時沒有 而且如果剛好是星期日才有 在中國人的DNA裏面 有一個分析 就是趁熱鬧 趁虛趁虛 趁熱鬧 最喜歡來這裏趁虛 最喜歡來看熱鬧 買不買看也好 而且來到襯虛的話 他們好租又便宜 價錢自然又便宜 又買鴨仔 比打機好多 好過對著遊戲機 對一天 在家打機有甚麼位置 後面又買兔仔 出來不買曬太陽也好 這裏趁虛有個好處 其實真的可以多些泥 等到夏天 其實現在的氣溫都不算低 有太陽射著 如果我們去南沙 其他例如東涌那些虛 是沒有瓦遮頭 是很辛苦的 冷時又說冷熱時又說沒有瓦遮頭 至於這裏有瓦遮頭 起碼熱時沒有那麼熱 冷時也沒有那麼冷 連家具也有 大床 這些是麻雀桌 我看不出 飯桌 我猜不可能是 還有包送貨上門 甚至乎包安裝也不出奇 鞋貴 一應俱全 那個很有趣 那個你知道嗎 是不是玩蜥蜥那些 那個小的 好像豬籠 有時候是竹蝦 我真的不懂 我猜是竹蝦多 現在哪有做人玩蜥蜥 傻的 應該是 把東西拿去捉蝦吧 這麼小的 好像我們吃的豬籠餅 豬籠 什麼 就是娶媳婦 娶媳婦 好 有 一個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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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他们不太相信上网购物呢 我觉得是对的 有现货比较好 如先流所说 这里除了趁虚 其实主力是卖菜的 我们现在想去海鲜区域 看看有对的就买 看情况都是随便逛逛 下星期都要吃饭 刚才买了五条熟米 很明显卖菜这边 就没有先流趁虚那边那么热闹 先流趁虚卖衣服那边 就真的非常虚陷 番薯、日应居住 很多人都会 有一部电动自行车进来 先流趁虚就没有了 价钱是写错了 都不算净便宜 萝卜便宜一元 以前看到这些店铺 就是固定的 他给到一定的月租老板 就可以在那里卖菜 就不同 先流那些 先流那些是按次计价的 给了多少钱 几号 先到先得卖 水产卖海鲜 如果要吃生蚝 在广州就两个地方 我说不要去那么远 一个就是青河市场 一个就是西浪市场 青河这里 感觉上更多的 有很多店铺卖生蚝 除了我们面前看到这些店铺 还有不少 他们的老板 都会帮你 入冰 蝦、蟹 全部都有 还有这个是什么 鲜和虫 鲜和虫 哇 移动的 是的 这些是怎么卖的 这些 怎么卖的 蝦 荣草 六十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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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斤 对 今天海鲜市场没有以往那么弱 就以往可能 可能什么原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 大家看到 只有这几档 最虚陷 之前中间全部都是人 可能 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 疫情 对客多钱 五斤 有高的 三十四 这个 值得买的 不过老婆说 我家里冰箱还有 那就算了 好了 该买买齿 我们也都满所而归 那现在呢 就去吃中午饭 我们会回到沙溪那边 应该叫南埔岛 这里开车大概半个小时 左右 现在11点3至12点 左右 那就差不多 应该是吃海鲜 差不多半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叫做什么名字 那个餐厅 海鲜酒家 饮早茶 真是有趣 真是喝茶 又喝茶 也好 又饺子 又饺子 不如试一下 那个虾 九个九 由来眼花聊天 独餐牌时间 这个叫做 931海鲜酒家 很厉害 很厉害的 它是有喝茶 凡事直落 我自己就不想再喝茶 因为大哥 刚才喝完 他们也算喝茶 这里 茶位6元 不算太贵 一应俱全都是这些 避风堂 蘿蔔糕 还有鲜喉老婆 还有大煎堆 如果是喝茶 可以叫这个 我们最喜欢叫拼盘 有这个 又或者 这个好 虾饺拼 小笼包 又可以 或者招牌追饼 大煎堆 都是他们这里的 比较受欢迎的菜式 至于吃饭 羊豆腐 炖汤 烤鸭 这烤鸭都有 我们是不吃的 老实说 吃不下 吃不完 正宗果木烤鸭 98元是半只 它的配料全部都齐 这个可以一试 如果不是今早 吃那么多 这个可以 我想吃这个 鲜蚝仔瑶柱炮饭 它不是粥 是炮饭 看看老婆想怎样 乳鸭就33 价钱就不算很便宜 很便宜那种 但是坐得挺舒服 喝茶还有很多菜式 面前这些 都是喝茶居多 点心居多 我们是第一道点心 经过考虑 都是吃点心 不要吃饭 因为太饱了 这盘是饺子 饺子也算是 最震撼的就是这个 这个不知醋还是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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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所谓 大家猜到中间是什么 拿上来我们也很奇怪 煉奶 点北方饺子 没有道理 大家到现在还猜到 其实是蒜泥 哪些不是 炎包的饺子 饺子 哪些蒜泥 哪些醋 哪些 哪些 原来有人是摸蝦的 9.9 元 多的 你问下肥长是否可摸 思维的饺子 骰是如何才会有9.9 你会消费到268元 我们一定消费不到268元 吃这些饺子 所以 吃饺子 近期经常吃饺子 我们开始教设观众 这些饺子 不是去青海市场的 是自己包的 有醋 有蒜泥 但这个蒜泥真的好泥 稍然比较少 但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饺子的饺子 这些饺子的饺子够韧 如果像我们今早 吃的饺子就只有三个 这些饺子有整盘 28元 饺子够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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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饺子有饺子薄 饺子多 饺子大 饺子大 饺子很小 这些饺子已经很大 这些饺子很大 那些饺子够韧 延长得很多 饺子包着肉 这样就好吃了 我吃了三个 16个 因为北方人 那些饺子 没有那么新鲜 没办法整天保持新鲜 那些饺子 所以他们要吃饺子 里面有蔬菜 还有淀粉汁 均衡饮食是很重要的 至于我们南方人 廣州人 其实每天都有菜 还有蠔粥 猫仔粥 泡饭不是粥 是泡饭 这个是我想吃的 下面有蠔的 哇 就是这样 有蠔 有瘦肉 还有饭 还有饭 都整粒看到的 我打算当主食 这样的 好过炒面 还有我看过和炒面 差不多价钱 都是30 40不到的价钱 又有菜心粒 健康 这些是 直接有些饭放进去 是 直接在一个饭煲 把饭放进去 这些饭放进去 粒粒粒 对 比潮州的饭 还有 之前也说过 我们去南海那些餐厅 都是很大的 其实鲑鱼 在饮食方面 有点像南海 抵食大件 抵食大件 就没有信得人这么精致 信得 但是没有信得 但是性价比 也不要说性价比 说单价不低 就是它一只烧鱼 就敢买百多元 好吃是好吃 好吃 好吃 但是它是卖得漂亮的 就是这样 炮饭 这些真的是饭 吃起来 就是浸淋了些饭 就像小时候 煮完饭 但电饭煮底有点焦 然后妈妈倒些汤 那种 通常倒下去的汤 都是菜汤 这个应该是蠔 煮了一些汤 还有些肉碎 一起放下去 只得肉碎又不鲜 只得蠔又不鲜 只得蠔又不鲜 一混合在一起 就最好了 还有少少蔬菜 菜心粒 应该是我猜 还有少量的胡椒粉味 好热 先后我们开车来的 定位来到这里 去到门口看到 死了 这么冷清 是不是做错了 还是怎样呢 我们看到酒店 没理由 没错 看样子 有似我们 预先找好的资料 一日到来 因为玻璃 玻璃是很不透光的 看不到餐厅里面 搞什么 一进来 看到有个蒙古拉琴 还要卖海心 蒙古拉琴卖海心 蒙古怎样卖海心 我也不太知道 蒙古有海心吗 总之就是这样 然后 进来 这么多人 自己一看样子 全都是广东人 才减坐下 到现在这个时间 已经是十二点半了 很多人跟上星期去南海 往旗 大日 都是一家几口 葵老 扶幼 欣赏美食 尤其现在的烟气好 冬又不冬 热又不热 出来喝茶 一家几口 家庭就最好 先头我们没有去拍摄别人 我们不是说在餐厅里 看到有几位貌似来自香港的游客 其实也证实了是 很容易认 很容易认 背包 穿那些鞋 很容易认 然后 我们差不多走去看大杂牌的时候 就看到他们在那儿卖大杂牌 应该我见过 对比清河 对比西浪市场的各种 应该清河这儿的大杂牌 是比较常盛一点 因为他敢写出来 应该都是比较震 就算是果果也好 起码是果果 不过我还没吃过 我吃过一次漂亮的大杂牌 一次而已 不过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嘗嘗一粒蚝 它有大有小 是珍珠蚝来的 潘虞地方有够大 又不会像龙津路那些 那么窄 稳停车位也那么难 潘虞 其实除了今天 清河市场 我在平时 都是喜欢点停 点停很轻松 今天趁虞没办法 平时来到潘虞 都是开车 比坐地铁多 如果回到历湾居 那当然坐地铁 吃饺子 我喜欢饺子 多于炮饭 为什么叫我 我也不知道什么样子 试试它有些新的样子 试试它 难道又去叫个 叫个猪杂粥吗 是吗 是的 又叫个蒸烤狗 不是很想吃那么多 都是这样的 我们最后一道 不知道算不算点心 都送过来 包括那个饺子 我现在还在吃一碗炮饭 夹起身看看 刚刚弄起 先把饺子弄起 先把饺子弄起 如果是 好像我们这样 我常常去喝茶吃饭 其实 或多或少 都不会想再点那些 可能是预祭菜 为什么呢 那些虾饺 凤爪排骨 很多时候 都是 整定的 那些 就要回去吃便宜 先从鲍铝开始 鲍铝没理由 师傅 都有可能 鲍一定是拿货的 如果大家跟着我们 去点送 好像我们今天这些三款 一看就像是盐包 那些 那些 痕跡 至于这个 豪竹更加不用说 拿货 没理由 似乎 这个 都是 肯定是延整的 拿货 没理由 因为他们餐厅 地方够大 不像回到龙津路 没有地方 他们会现场有个地方 现场制作 还有一款 很有趣的点心 就是炒牛很漂亮 就是一个大战队 我们怕太油利 所以没有叫到 只要叫薄饼 至于我 继续吃炮饭 既然说得这么好 又来说交通路线 来这里最近的地资站 就叫 夏郊地资站 夏郊地资站 这边是喷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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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步行 需要21分钟 我就不太建议了 如果是打车 但又似乎太短 sorry 打车又似乎太短 三公里 其实挺尴尬的 行塞车路就要9分钟 是会久一点的 其实是这样的 先头我查的 是我们去地资站 现在重新查过 这个是地资站来这里 9分钟打车 行路 看你中心行 因为有个问题 是要穿过这个叫做 新光快速 我就强烈不建议 又或者你去到 海主居打车过来 都可以的 又或者好像我们 去完清河市场 买完大杂蟹 拿着大杂蟹 过来这里 再吃都可以的 在这里打车 过去清河市场 都不是太贵的 先头我们就在清河市场过来 现在我的手数 倒转 23分钟 如果打车的话 就30元左右 只要我 就试试这个 这些要新鲜吃 之前在泰国马来西亚旅行 街头小吃最爱就是这款 香蕉 柔 榴莲 行吗 香蕉 香蕉少了一点 就紧之移 其他一切都没有问题 是 或者我这款 真的好像在泰国吃到那种感觉 外面是脆的 泰国比马来西亚吃到 泰国的角度也比较便宜 好像一张纸用脆 那个师傅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可能我这款 少一点 嗯 嗯 港仔茶榴很少做这个 喝茶的时段 凡事可能会 又要找一个师傅 你没有找一个师傅坐镇 打这么多东西 做什么 又有股愿 我说不得这里有那么多人 外面停满车 先头我停车的时候 老婆说我没有去着地方 其实我看到那么多车停住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写着酒店 可以说走错了 是的 就因为他写着酒店 他一直指引进来 那些路都是写着酒店的 但见到那么多车停车 有人上车 有人下车 就知道应该没错 挺软 太油腻 很多油那种 又不会 真的挺好 还有 不要只中间那件好吃 中间那件 有点香 焦点 那边那些是脆 不油 大家 除了看我们去哪里吃 看我们怎样做 不过 通常我们怎样做 都是遵循以上的原理 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千变一律 但是 如果在市区 你没办法 都是蝦膠 牛丸 只要是这样 来到潘如 广州意外的地方 就是吃这些 好 我们就吃饱饱了 最终埋单 值得 103元 你也要跟五次茶楼比 不可以这样比 全部都是现场制作的 好吃 好了 今天我们的影片到这里 我们到这里回家 因为在这里开车回家 是要经过一件很痛苦的事 就是经过天河城那条路 是想起来的 下期影片或帮我点赞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是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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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